《歌手劫时节》对华晨宇施展摸头杀,华晨宇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 《歌手》第十一期节目《毫无悬念》,第一名和第二名又在杰石姐和华晨宇两人中间产生。 洪涛在宣布排名的时候,也惯长套录了一下,让大家猜猜他们谁是冠军,顺便打打矿泉水广告。 这时,华晨宇很谦让的双手指向了杰石姐,而杰石姐则超级宠溺地对华晨宇施展摸头杀。最关键的是,华晨宇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 瞧,正如上途这样。杰石姐摸着华晨宇的头,华晨宇露出了享受的表情。 这感觉就像是弟弟做了一件对的事,姐姐摸摸弟弟的头已是鼓励,姐弟两人都是一副幸福的模样。 杰石姐1988年出生,华晨宇1990年出生,从年龄看,两人如果真的是姐弟,一定会是那种关系非常要好的姐弟。 因为两人年龄相差不多,所处的成长阶段相当,不管快乐或烦恼,也都相信,可以畅所欲言,可以相互体贴。 事实上,两人在歌手节目里也确实像是一对姐弟。 这部《摸头杀》之后,杰石姐又跟华晨宇玩起了电眼沙。 两人瞬间变成小朋友,玩起了过家家的幼稚游戏。 也拿得两人国籍不同,语言不通,还能这么玩得来。 这也多亏了两人年龄相放,也是一种强者之间惺惺相惜的体现吧。 你觉得杰石姐和华晨宇像姐弟吗?你想不想摸摸华晨宇的头? 歌手第十一期节目,毫无悬念,第一名和第二名又在杰石姐和华晨宇两人中间产生。 彭涛在宣布排名的时候,也惯长套录了一下,让大家猜猜他们谁是冠军,顺便打打矿泉水广告。 这时,华晨宇很羌让的双手指向了杰石姐,而杰石姐则超级宠溺地对华晨宇施展摸头杀。 最关键的是,华晨宇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 瞧,正如上途这样。杰石姐摸着华晨宇的头,华晨宇露出了享受的表情。 这感觉就像是弟弟做了一件对的事,姐姐摸摸弟弟的头已是鼓励,姐弟两人都是一副幸福的模样。 杰石姐1988年出生,华晨宇1990年出生,从年龄看,两人如果真的是姐弟,一定会是那种关系非常要好的姐弟。 因为两人年龄相差不多,所处的成长阶段相当,不管快乐或烦恼,也都相信,可以畅所欲言,可以相互体贴。 事实上,两人在歌手节目里也确实像是一对姐弟。 这部《摸头杀》之后,杰石姐又跟华晨宇玩起了电眼杀。 两人瞬间变成小朋友,玩起了过家家的幼稚游戏。 也拿得两人国籍不同,语言不通,还能这么玩得来。 这也多亏了两人年龄相仿,也是一种强者之间惺惺相惜的体现吧。 你觉得杰石姐和华晨宇像姐弟吗? 你想不想摸摸华晨宇的头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刃宇宇 那么借口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划